开上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Direct Preference Optimization 也就是一个直接偏好的一个优化的一个文章 然后主要的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这个语言模型 其实整体上可以看作一个奖励模型 然后这篇 我还是分为四部分 然后进行介绍 首先是 一个介绍的部分 就是现在的就是虽然大规模的一个 无监督语言模型 学习广泛的世界的是一些推理的技能 但因为它的训练的完全无监督的性质 很难对这种行为进行精确的控制 目前的就是控制这种 就是可造性的 现在的方法就是收集 就有人人标签的一个数据集 并且使用微调 无监督 并微调无监督 它这个模型 然后使其与这些 与人类的偏好保持一致 然后之前的一些方法主要是通过 人类反馈 RLHF 也就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的强化学习 但是这个 但是RLHF 它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 而且不稳定的 它这个原理 RLHF的原理就是 通过将奖励 奖励模型 迷衡到人类偏好数据集上 然后使用一个加强学习 优化语言模型策略 进而产生分配高奖励的一个响令 这样就限制了 不会 就它产生的结果 不会偏离原始 模型很远 就起到了一个微调的作用 就是 去迷和到人类 人类一个偏 偏好的一个结果上 但是呢 它这个方法就是 比监督学习要复杂很多 而且涉及到很多 很多个 很多个RM 并且在训练中 需要从 无间读语言模型中进行采样 因此它的计算量 计算成本其实很大的 因此就是 等级这些考虑 然后 尝试着利用一个奖励函数和 自由策略之间的一个映射 去证明 这种 这种的约束奖励 最大化问题 可以通过一个单一的训练阶段 然后进行一个精确的优化 也就是说 他们尝试着用一种方法去 去省略 省略他们一个 省略 省略RH中的奖励模型的一个模块 然后去从本质上解决了人的偏好数据的一个分裂问题 然后他们 他们称为 称这个方法为 DPO Dreater Preference Optimization 他们这个优点就是稳定高性能计算量 就是消除了尼克奖励模型 然后他们 然后后面会对这 他们这个方法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介绍 然后 上面还有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说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提高了总结和单回合对话 同时大大简化了实施和虚拟 好往下看 嗯往下看 喂往下看 好的好的 这张图其实就给出了他们这 RHF和他们这个方法的一个主要的区别 就是从图中就是这个 你也看出了RHF其实是有一个 reward model 有一个奖励模型 然后还需要和奖励模型 以及后面的一个LM Policy进行一个相互的转化 然后在他们这个模型中 就是省略了这个模型 然后去低用一个 去对应一个映射的一个关系 去直接实现了一个 最终的一个Final LM 这 他们的贡献主要是 一种DPO DPO这种 无强化学习的算法 就是用于从偏好数据集中训练语言模型 然后他们的时间表明 就是这种方法 就是和现有的方法一样有效 可以使用很 达六 多达6B的参数 后面会对这个模型进行详细的介绍 首先就是由于就是 他们的目标是直接使用偏好推导 偏好区域去推导出一种简单的一个策略优化的方法 然后与之前都不同的是就是去绕过了一个奖励建模的 奖励建模的一个模型 奖励建模的一个步骤 然后去直接使用偏好数据集去优化这个语言模型 然后他们他们利用奖励函函数到自由策略的分析映射 他们这种就是利用这种关系映射吧 然后能够使他们在奖励函数上的损失函数 去转化到一个整体策略上的一个损失函数 这种变量改变方法能够允许他们去 跳过比较明确的一个奖励建模的一个步骤 首先呢是他们一个 deriving the DPU objective 他们和之前的RLHF中是相 他的一个加强学习的目标是相同的 然后就是三中的公式 然后根据之前工作是比较容易得到 比较容易得到这个KL就是 KL约束的奖励最大化目标的最优解 是图次公式 然后ZX表示的是ZX为配分函数 就是即使他们 但是呢 即使他们使用了一个Ground Truth奖励函数二星 去最大自然估计一个2θ 但是这种去估计配分函数ZX还是比较困难的 然后他们就是从这个过程中能够知道就是 他们上面这个 去利用之前的公式四在实际中是很难利用 是很难利用的 因此他们就是去重新排列了一个公式式 公式式四 然后去以便根据对应的最优策略派 派2以及参考策略派2RF 然后和未知的配分函数来表示一个奖励函数 也就是他们通过一些同时对四得到了四那个公式 然后进行一个两边的同时的取对数 然后去得到一个RXY的一个表达式 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 他们通过四就是很难去 呃去估计一个配分函数ZX 然后他们就是通过一些调整 通过一些变换 然后通过就是这两边取对数 然后去先得到一个RRXY 等一下 等一下 这要看一下 这看一下 等一下 这些偏偏推翻 这种方式直接跳过了明显的 简压力建模不重 因为这个你要结合这个RFH的那个公式来看 他不是说他也是跟他一样的吗 对吧 嗯 他只是把其中的一个公 容易得到公式中的KL散度约束的奖励最大 然后这个Pi是什么最优解 根据这些公式容易得到这个KL公式中的KL约束的奖励最大化目标 这个因为你要把前面的一个看到 他的奖励函数是什么样子的 你要去前面的文章你要看过 他其实是改进了对吧 对 而且而且你有些地方就不要翻译成中文来 比如配分函数听起来就 我还要去理解一下 其实 好像就是奖励函数吗 然后最大 就是这个VX VX 使得这种在时间中难以利用 那后面还有吗 后面后面还有 等一下 先把这看吧 他这是在干什么 以便根据对应的最优策略 换 首先对 两个去对错 然后通过一些代数印刷就得到这个了 就是相当于对四取对数 然后去变化一下去求R 这个R怎么R是reward吗 R其实还是reward对吧 应该还是reward 就往下看 就是去实现他们一个映射关系 然后他们将这种就是从今参数化 应用于政治奖励亚星 以及向对应的罪恶模型派行李 然后他们也是参考 就很多东西 其实他们很多公式也是参考了别人的一些工作 所以就列起来 我感觉就是我感觉就很难的 就有个看不懂 然后就是他们就发现这个 Botherly Terry的模型 只依赖就是两个普及安寒兽 中间奖励地址 也就是他们的 右边这个公式 然后 这这就是排序啊 就是reward里面的排序啊 reward 里面他就是 对他会有一个最佳答案 比如说给出了好几个答案 他会给他排序 Y大 Y3 Y4 这样子他会给一个排序 他排出去来之后 就是能够跟 这个排序是人去排的嘛 然后就能够根据这个东西去 报告 这个 说 R星XY的重新参数 带入偏好中 配分消去 我们只 我们可以只用最优策略 人类偏好概率 下面就是人类偏好概率吧 对 满足 那就得到了一个 最优的策略派 它是满足这个模型的 满足偏好模型 这就是偏好 现在有了最优策略 而不是奖励模型中 人类偏好 我们就可以为一个参数化策略 定制一个最大私人目标 Pi Theta 哦 哦 知道了 它这个自由策略 它就说 Pi Reference 是这个 嗯 类似于奖励 对 类似于这样子 它直接建立了一个 Pi Theta 这个函数 哦 我刚刚再看一下 是不是理解错了啊 最优策略 Pi Theta 本来是 RLF的这个最优策略是 Pi 新 对吧 那我现在这个 定制了一个参数化的定制策略 Pi Theta 就是去 这个 类似于奖励模型 对 那个Pi Theta 就是它的奖励模型的最优策略 那我现在用一个 对 通过一个参数化的策略 去最大私人目标 目标Pi Theta 通过这种方式呢 同时跳过了 显示的奖励建模 并避免了强化学习过程 本文过程等价于你和从 从参数化的 因为它具有一定理论基础 比较在 合适的偏好数据分布下 假设下的一个 智信 在合适的偏好数据分布下 它用这个Pi Theta去模拟这个Pi 新是这意思吧 去替代了这个Pi 新 然后这个Pi Theta是参数化的 初恋 我大概有点明白 这个概念 它是从这个上面这个数据里面 这个 这个公式里面 这个模型里面推导出来的 它是用Pi Theta去替代掉它 派它那派新是吧 那派新是最佳策略吗 对是的 再往下看 然后就是后面就是介绍 就是他们 他们这个从G 他们这个DPO 就是更新了那些东西 就是从G 底上去理解的话 就是刚刚那个 刚那个函数 应该是一个损失函数 然后去分析他们这个 损失函数的一个有异性 然后关于他关于 参数Theta 然后他们T度 可以写成下面这个 然后 然后 R R Theta XY 可以表示成 Beta是一个Log PiTheta 比上一个Pi EF 然后和参考 参考模型PiTheta 引试奖励的 直观的说就是 DPU损失函数的这个T度 然后增加了 更更优回答 YW 更优回答的可能性 去降低了 非最优回答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 意思意思就是说 就是他这个T度 能够去增加 就是回答的更更为 更为优秀的一个答案 参考模型PiTheta 引试第一了PiRaprest 奖励 实观的说 他的DPU的损失函数的T度 增加了 更优回答 YW的可能性 就YW 就代表是一个更优的回答 就是 降低了非最优回答的可能性 YR 因为YR是负的 对吧 对 前面是正的 重要的是这些例子的权重 是通过影视降临模型 YR 对不受欢迎 完成的评论有多高来衡量 用Beta来衡量 也就是说 考虑到KR约束的强度 影视降临模型 对完成排序的不正确程度 我们的实验表现了这种权重的重要性 就是在这个Beta能来控制在Beta那里 Beta在后面是吧 嗯 如果没有权重系数的那一版本的话 会导致语言模型退化 不受欢迎 这这些例子的权重是通过 对不受欢迎完成的评论有多高来衡量 对用Beta来表示 对完成排序的不正确性 他原理啊 那再往下呢 他这个他这个损失函数其实是吧 对就相当于这个损失函数 然后这个损失函数的一个T度 对再往下看 就相当于就是对 然后后面就是他的一个outline 然后嗯 他是怎么会流程的吧 然后首先就是分两个 就是对一个proper x 采样 然后进行回答 然后基于就是人类偏好 偏好的偏好标注并构建离线的一个偏好数据集 去构建这个偏好数据集 对应该是他们使用这个他们他们就是利用这个来初始化 呃如果他就是呃不在就是不能获得这个时候然后他们通过最大最优 问答然后对对他这个呃问答对的自然来初始化 就是从我下面这个公司进行一个初始化工作 这里他只提到两点 嗯 然后第三第三部分的话是他的那个实验部分 这个实验还是吧 啊还要看一下 下面就嗯 看一下我看一下 啊上面这个园里我再看一下最后一部分 基于人类偏好并构建离线的偏好数据集 这个数据集是他构建出来的是吧 对构建就是偏好就是标注的一个数据集 包括一个 这个XXX应该是一个问答的 怎么说数据集还是要还这么说数据集还是要搞的 但是他没有用那个 reforce learning 哦对没有应用一个RL 参考对于给定的参考策略和偏好数据集 优化语言模型以减小这次 由于偏好数据集是使用 这是其实是说服外的finetuning吧 那是采用 而且只有这个获得我们就 只要这个可以获得我们就可以用 来初始化哦 这个finetuning之后的东西作为一个初始化 当然不可不得是可以最大化最优问答对 最大化这个 OK 最好加开 外欧名的 好几个 对看后面的那个结果 对他们的一个实验实验部分 有点卡 这篇文章实验主要基于两个问题 就是 与常见的一个偏好学与三百相比 他们这个模型在最最大奖 最好奖励和最小 最好 最小化与参考策略 在KL散度之间就是怎么样 应该高效的权衡 第二问题就是他们在更大模型更复杂的一个任务上的性能是如何的 主要就也就是在摘要和一些对话上就是它的性能 是怎么样的 然后他们在最后发现是它几乎没有超参数的条件下他们的表现往往和就是之前的偏要学习 学习是一样好的甚至会更好就是他们在就是作为轻量化轻量化的计算量的情况下就是也表现了比之前和之前算法也就一样好的一个效果 然后并在就是蒋里函 首先就是他们的任务就是他们的实验去探索就是三种不同的开放开放式文明是任务 就所有的实验就是算法都是从他们就是刚刚构建的偏好几中用学习策略 然后他们在那个受控情绪生成上 然后就用X去表示一个是一种的一个影评 然后策略是必须生成符合的一个记忆情绪外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一个可控的一个评估 去使用一个预训练的一个性能分裂器 然后在生成回答中去构造一个偏好队也就是XYM杆 然后对于对于就是SFT他们在这个训练训练节上去微调是GBT2LG 然后微调然后是收敛 然后第二个任务在那个栽药生成上 他们是意思就是X就是表示一个来自一个论坛的一个帖子 然后策略就是呃去生成他们那个任务任务就是生成他们帖子的主要观点 一个主要观点 这主要观点点一个栽药一个外 和之前工作一样就是使用呃就之前他们之前之前收集的一个人类偏好 用一个SFT模型呃呃呃实现呃去实现一个微调 然后人类偏好数据是由就是前就是之前学者等人类收集的 然后样本样本来自不同 但是经过类似训练的一个模型 嗯 最后的话是在一个单人对话中 然后X表示一个人类的一个查询 然后他可以是就是很多的问题 然后包括然后策略策略就是回答就是必须就是任务查询 必产生积极而有益的一个回答 然后他们采用呃采用了就是 Answery API for helpful and harmless对话数据集 然后这种情况下没有可没有可用的预训练的一个SFT模型 因此他们只在人类偏好回答上 然后对现成的语言模式进行微调 呃第二大部分就是一个评估 然后他们的实验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评估方法 呃去分析哪个算法在优化呃优化代约数的奖励最大方目标 方面的一个效果 主要在那个受控性能方面 然后他们通过获得的奖励与参考策略的一个KR散度 边界去评估每个算法在边界是可以计算的 因此他们就是可以访问到一个呃真实的检查函数也就是类似 也就是他们就是情感分裂器然后在现实中的真实的简历 函数可能是未知的然后他们通过与基准策略的一个胜率 然后去评估他们这个算法呃在摘要生成以及单人对话中他们使用一个GPT4 为代理去分去评估一个摘要的质量和回答的有用性 然后 这要中是呃这要中主要是使用测试集中的参考这要为基准 然后单对话中主要使用测试集中的优选优选回答做基准 然后此外这些出院文章还还呃还进行了一项人的研究 也就是说也就去证明就是他们选择这个GPT4的一个合理性 就是评估然后呃第三部分就是他们的这个方法 然后他们还评估了现有的他们就是还评估了几个现有的方法去呃训练呃去训练语言模型 以符合人类的偏好 这简单的话就是呃就是在这要任务中去使用GPTG 进行一个ZeroShot的一个Property 呃以及在对话任务中使用呃这个呃 PZ2.8B然后进一个呃 TwoShot的Property 此外他们还评估了一个在SFT模型和一个Prefer的FT 呃后者就是使用一个监督学习在SFT 或者是单轮对话中选择最优回答进VT的一个模型 这种就是伪监督的一个方法 sey hold,然后他通过最大化也通知选择化一个 哦,名iosa对应的一个概率 以及oz小化YL对应的概率去优化一个测认啊 最后他们还考虑了一个从偏好数 以及呃从偏好数以学习奖励函数的PPPPU 以及PPOGT这些方法 呃,这主要是这些主要是用于队调的 然后就是dpu能在多大程度上去优化优化一个目标 然后试验图是是给出了一个实验结果 呃左边的是呃左边的是呃预期奖励 左边的是应该就是黄色代表他们的 他们的一个能够他们的一个 就是他们的方法然后其他的主要是上文刚刚提到的一个 一些对比的方法 呃 dpu在就是可以看出来dpu在所有的就是kl值 就是kl值就是在不同的一个散度中呃散度值下就用最高的一个奖励期望 可以看出来就是黄色的就是普遍就是他的奖励期望比较高一点 然后去证明他们这个方法的一个优化的一个质量是比较好一点的 然后右边的是他们在就是使用gpd4作为评估器下 然后去像去呃去检测的一个在摘要摘要中的摘要与人物编写的一个摘要的一个胜率的对比 然后嗯也也可以看出就是他们那个dpu方法就是在 assembling呃assembling temperature比较低的呃比较低的时候还是在所有的就是在0.00呃0.0.75的一个区间之外 他们的一个胜率还是是所有方法中最高的 然后超过0.75的话 0.75到1之间 其实它的方法 可能相对不如 best of 128 但是呢整体来看的话 它们就是 DPO的一个摘要方法 在摘要生成方面的 一个性能 能够超过了 PPO的最佳性能 同时就是它面对 就是一个采样的 Temperature的一个变化 然后它表现的相对 更加稳健 不像PPO一样 就是有一个 就是急速下降的一个 就是下降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就是 去就是他们去 检测就是DPO 能不能去 Po2就是扩展到 就是真实的一个Po2 然后对于Zero 这也是对刚刚的一个 呃对刚刚的一个解释 对就是对上面的 右图的一个 更详细的一个解释 变计算和测量测试 平均胜率的 平均啊怎么说 也就是也就是对就是 上面那张图 右侧的一个解释 右侧的一个解释 呃也就是可以看出来 就是在所有模型中 就是DPO的表 DPO的胜率还是 还是比较高一点的 嗯 就是在在0.75和1之间 可能稍稍逊于一个 best of 128这个方法 然后这还是就是 就是在单轮对话上 就是刚刚是在这条生产 然后最后第三部分 就是在单轮对话上 也是使用一个GPT4 然后生产结果作为一个 呃参考 然后去计算普通方法的 一个呃胜率 从体而言就是DPO 呃可以看出来 也就是呃DPO在高于0 呃0.7 呃 它在就是这个 按 呃 anthropic hhdialog 呃数据级上的应用 呃 hh数据级上的应用 就是包括了一个单轮的人际交互的 一个测试比据 呃 在这个数据级上的话 它表现的呃 它表现的就是 呃 还是要高 呃高于preferredft 以及一个pastia pastia 2.8b 然后他们这两个方法 在在就是温度 和产阳的温度 就是高于0.0.75的时候 是高是相对于高于那个 Dest of 128这个模型 然后就是总体而言他们是 呃 能够去 它是能够去改善一个最为 回答的一个相对高效的方法 就是呃 呃 呃 并且与提供一个超高 就是超高计算代价的一个 best of 128 基准相似 相似的一个性能 就可以看出来就是 在在采用度大于0.75的时候 它和就是计算量很大的一个模型 模型就是best of 128 就是甚至比它的性能更好 就是相对接近你这个计算量 计算代价比较大的一个模型 也就是他们通过呃减小了一个 轻量化的一个计算量就是呃能够实现更好的一个结果 然后这一部分就是上面上面提的就是评估中的就是他们去检测的一个就是 Chat GPT 他回答的一个合理性 就是他作为一个参考的一个合理性 最后还是就是呃最终还是就是发现就是呃 还是就是GPT4的一个 C theme prompt 通常能够提供更符合人类人类期望的一个结果 嗯 然后最后是这篇文章总总结一部分 然后呃 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 主要介绍了这个DPO他们的一个模型 就是从偏好中去训练语言模型 不需要就是强化学习 就是主要还是省省略了呃可以省省去了一个奖励模型的一个步骤 然后呃没有他没有将偏好学习问题强强强强强强强弥入到一个标准强化学习的一个设施 而确定了语言模型策略于奖励函数之间的一个映射 然后使得这个他们的语言模型能够直接满足人类的偏好 就简单的交叉上损失没有强化学习或是一般性的一个损失 呃基本上呃呃 由于几乎没有就是操参数的一条有 他们的性能与现有的一些算法 相似或者更好 但是呢他们就是在计算量上是 是比较就是减少了一个计算量 同时也有意义的减少了一个 训练的一些障碍 就是这篇文章 就是这篇文章可能就是有很多 后面也有很多推理的 就是他们这个公式怎么推理的 就是我我没有看太 没有看懂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 就是不太了解 就是这减初步的一个 行行行行